我操好像有个主角玩里边了 还是加强中风的区 这把是野牌 拿了一把半改的密控 打的是M62弹 这把就有意思了 三队玩家同时在旅馆 直接演变成了旅馆争夺战 最后咱们也是侥幸击杀 飞飞撤离 开局刷的点位不行 直接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 对了兄弟们 有限制百万账号的 赶紧来主页换钱咯 这把来的也是比较晚了 中间搜了个南麦田 然后没搜到什么东西 跑来之后 也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不知道里边也没有玩家 然后咱们准备直接摸进去 放来之后 也是没听见动静 直接丢过这 然后咱们准备直接过点 旅馆有人吗 进来之后 咱们这把也是赢了一半了 没听到任何的动静 就很难受 有个声纹里边 给他们进来 想把他骗他们进来 然后咱们准备摸二楼 我看看他了 这时候发现二楼窗口 有一个玩家在直驾我 咱们直接捏个申报 没听到动静 应该是没抓到 再捕一颗 OK 咱们回来接着架点 封烟 这时候听到 有其他玩家在封烟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直接拉近点 二楼有一个 左手边 原来那边封烟是 封烟过点想进来 两个人直接进楼了 现在咱们确定里边有三个人 后边刷鸡哥了 那小子还在楼上进步 捏雷 摔胖 好像不是一队的 一楼也有 秒掉一个 里边那小子很凶 打了两三枪 就给那小子直接秒掉了 应该是爆头了 封烟 还要封烟 这波 只能等了 上来勾引一波 在那个 大一房门口好像是 还在进步 穿半天没穿到 拉到拐角处了 这时候咱们的队友 也要过来支援了 准备跟队友配合一波 但是他看不懂我的意思 右手边 摔炮战争生雷 本来想着我开门 让他丢雷 他也不知道 他就跟这一蹲 一啪啪跟这 然后我走了 没配合 哎呀过来了 配合不了 只能靠到自己了 捏个顺帽 那小子往后边拉了 直接 排右边单位 发现没有人 那小子直接隐身 蹲地 一点剩完没有了 一地一盒子兄弟们 他们个绿园在一边 打得还是挺欢的 全都是玩家盒 不知道死了多少 这队友咱也不知道怎么想 他直接空空封烟 扔了个燃烧瓶 风鸭风骨 然后啥都看不见了 只能等了 到那边去 等了半天 那小子终于露出马脚了 原来搁露地处那边 咱们的队友在左边 摩擦炮战士 这小子挺会玩摔炮的 一直丢 拉过来了 直接就给咱们队友拿下 少了一个散包的了 打掉一个 另外一个也漏了 一楼 这时候我以为二楼没有人了 一楼那小子在疯狂进步 还在进步 他就好像 我不知道他一样 他好像对咱们没有太多想法 真给队友看死了 等了半天 那小子不上来 填包 我说AX呀 顺便拿几个手雷 五级弹挖甲 那小子还在进步 我这时候也是没有耐心了 然后压破子弹 直接过去干他 没空这把销 腰射还是挺稳的 一边要是直接拿下 这毒疯的 这毒怎么疯 疯交底去了呢 那个毒直接跑到了楼梯下边 咱不知道怎么疯的 还有 跑来之后 听到有一个转身的声音 还有玩家 不知道具体位置 听到动静了 我找到一个主角码里边了 听那个动静是在我的左边 直接捏雷 臭小子 我给他俩队友全宰了 他一漏不漏个里边 就等着遛我呢 直接给他炸死了 真灾 真灾 然后剩下的就是 飞飞的铁猫环节了 直接给大家跳过 第一个盒里边 发现是维克多 法老 然后装排挺肥 咱们直接换下包 这边的话 法老司机弹挂甲 这边的话 员工员M4 75万 简简单单 75万